再来看看这个喝奶补奶当心出了问题了 陈大医院最近发现有十名还没有满月的宝宝拉鞋变送医 这些宝宝呢竟然都是母奶宝宝 他们的妈妈都喜欢喝鲜奶补奶 医生怀疑了可能是鲜奶中带有过敏的成分 牛奶蛋白惹了祸 过敏严重的话还可能造成宝宝死亡 一开始就想给孩子最好的 有不少妈妈挂着黑眼圈也要喂母奶 但陈大医院最近一连接获十起新生儿拉鞋变的个案 这些宝宝都还没满月 其中一名女婴严重过敏 除了血变眼睛手脚还水肿 疑问之下都是喝母奶后引发的症状 很多食物可能会引起这个 透过妈妈的母奶传给这个新生儿 牛奶里面的蛋白质的成分 会造成新生儿过敏 原来这些妈妈都有喝奶补奶的观念 医生说凶手应该就是鲜奶中带有过敏成分的牛奶蛋白 渐渐引发婴儿过敏 出现肠胃发炎 肠壁黏膜破损的病症 最后拉出血变 严重的话还会羞克死亡 海鲜 花生 核桃 七果 草莓 巧克力 这些都是高过敏的食物 医生建议正在为母奶的妈妈 尽量避免喝鲜奶 吃带壳海鲜 孩子三岁以前如果要喝奶 尽量喝母奶或水解蛋白奶粉 减少过敏发生 记者郑怡轩 王少宇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